近日,在广州南沙医用氧生产基地,工作人员把液体氧气冲装后,一辆辆满载医用氧气的专用槽车通过防疫检测绿色通道,两小时内奔赴至香港洛马州核桃地区的中央远港应急医院项目。 在临床上,医用氧主要用于患者缺氧的预防和治疗,在医疗救护中具有重要的作用,在与病毒的无形博弈中,医用氧就像一个生命的守护者,为打印病毒争取宝贵时间。 应急医院是中央远港抗击疫情的重大工程,而配套医用氧气站则是为病人输送生命之氧的重要保障。 整个医用氧供应站它是一个整体,那么首先就包括了有医用氧一个储存系统,就是储罐,还有一个液氧的一个气化器,因为我们宿物就是液体,而我们人呼吸的是用气体,所以就用液体要气化。 那么第三个就有一个压力调节系统,因为这样来输送到病床里面,它的压力才能满足人体需求。 按照中央远港总体部署和要求,广钢气体成为香港洛马州应急医院医用氧定点服务保障单位,提供医用氧气站建设和配套医用氧服务保障。 供氧设备从广州南沙装车奔赴核桃项目现场,在核桃项目吊桩低温储罐,安装管道,配套医用氧气站的建设供期仅仅无重。 首先,作为抗议,这是抗议的需要。那么作为一个国有企业,这是我们的责任,也应该有这样的担当。 首先是从人力物力上去保障,包括刚才说了,因为出现了这个供应商疫情影响的问题,我们也就做好了议案。 也就是说,万一出现了这种情况,那我目前有其他项目的一些设备的,临时调配过来,首先是满足这个项目的需要。 目前,医用氧气站提前完工,随时可投入使用,能同时满足4000张病床供养需求。 3月27号,在我们的工程师带领的施工团队,直接就是在深圳办好这个防疫手续以后,进入现场。 那么我们在现场,只有5天的时间,紧张着工作,就没停,直接在住在那边,在现场。 那么5天的时间,把这个项目完成了,到刚好,在3月31号,在4月之前,能够交付这一个养质帐,交给了这个深圳商业的一个管理。 从4月9日首次送气成功至今,作为其中的氧气快递员,广钢气体已向洛马州应急医院医用氧气站送气10吨。 蔡楚龙表示,洛马州应急医院正式投入使用接收病患后,将继续做好医用氧保工。 作为这个夜港同心,我们一直也是很密切关注了这个香港的疫情,那么也应该看到整个在中央政府啊,这边大陆的支持下,整个疫情慢慢的向着好转了。 那么看到这样的情况,我们也是为香港感到高兴,那么我们相信有中央整个权力的支持,那么有内地人民以及香港同胞的一个同舟共进, 那么相信香港一定能够战性这疫情走向胜利。